拉着绳索靠脚下冰爪步步往下 零下七十多度逼近地表最低温 还得克服陡峭山路 29岁的台湾登山好手曾格尔 经历93年却一路攻顶 征服12座高峰 倾向阳光却被周刊指控 疑似卷入婚外勤 周刊爆料曾格尔搭上一名诚姓富商 两人在台北市一间高档饭店开房间 期间还互传讯息 没想到富商家中的iPad正好开启联动讯息传送 让家中正宫临时差逮个正着 之后还传讯息跟富商摊牌 清新的模样很讨人喜欢 根据周刊指出 曾格尔是去年底因为拉赞助认识了诚姓富商 原先只是希望能找赞助商 后来双方交情升温 曾格尔还向富商要求出资170万元的登山经费 只是意外的是两人被爆开房间的时间 正是曾格尔今年8月登山返国的居隔期间 明显违反防疫规定外出约会 那会请这个温局去查询 那根据他的这个证据的部分 那在依与传染病防治法来这个采法 那依与如果是居家检疫的部分 那就是10万到100万之间 指挥官王毕生也说如果检举违规 一旦查证属实就会开罚 只是说对于这个严重的指控 曾格尔在脸书上发声明 将对报道不实之处 以及恶意诽谤者请律师采取法律行动 而政工这边也在9月份提告 侵害配偶权求偿200万元 市营地院9月27号收案 将在11月28号召开言辞辩论庭 谁对谁错还是得等法官定夺 只是疑似被破坏的家庭关系 要修复可能得花好一段时间